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件多少钱 二十元 你将这件给我 是啊 送给我 我要付钱 21岁有中度智障的彩巡 在學校訓練了大約兩個星期 這一天就來到商場實習做售課員 他做得有板有眼 還懂得帶客人去付錢 今次其實是一個時裝二賣活動 校方希望學生能夠融入社區學習 於是向商場提出 以象徵式租金租泡 並獲有新人送衣二賣 但即使獲得實戰經驗 亦都只是短短兩個星期 但這短短兩個星期的實戰經驗 又是否真是讓學生能夠融入社會呢 他們畢業之後未來的路又可以怎樣走呢 下個月就二十二歲的彩淳 即將畢業要離開學校 正在輪候展能中心和宿舍 據彩淳的媽媽說 可能需要排至少五至八年 差不多是一三年做過評估 說他去不到庇護工場 於是他排展能中心 就是一三年開始排 所以現在還會等很久的時間 但如果離開了中學這個地方 完成了課程的時候 其實如果普通的弟弟 都有很多機會選擇 就算未必升到大學 但以這種小孩來說 是沒有一個機構或學校 可以讓他再去讀書、學習 彩淳現在只能夠去一些 提供日間訓練的地區支援中心 指援中心就是 當排隊的時候 可以去到中佬 他們可以一輩子都在裏面 學習和住宿 地區支援中心 例如他去到那間 職員對待他很好的 他很開心 其實平時放假 不是上學的日子 他那邊就等於他另一個家 其實很開心 不過只不過是他服務那裡 沒有什麼學 純粹是興趣班 是一些消閒的事情 彩淳他七個月大的時候 因為腦減症影響了智力 三年前更加發現 有嚴重骨質疏鬆 骨靈去到五十多歲 雖然獲得家人的支持 令彩淳的媽媽能夠堅持下去 但望著女兒一天一天長大 彩淳的媽媽都明白到 不可能永遠陪著他走 他現在只是希望女兒 能夠有合適的地方繼續學習 他亦聯同其他家長 成立組織 支援其他弱智學童和家長 互相守望 希望你一群小朋友 日後的路能夠走得平坦些 東網電視記者李小玉報導